电影《达拉斯买家俱乐部》在多伦多电影节的展映单元首映 这部电影改变自一个发生在上世纪80年代的真实故事 一个名叫罗恩·伍德鲁夫的艾滋病患者病情恶化 便开始研究各种未受美国当局批准的地下出售的艾滋病药品 在他的治疗医师以及一个变性益装癖病友的帮助下 罗恩成立了《达拉斯买家俱乐部》 通过走私药品来帮助自己和那些跟自己一样患上艾滋病的人 在生命的最后六年里 罗恩也一直在与阻挠他的美国食品与药品管理局做斗争 而在荧幕上重现抗艾滋英雄罗恩的马修·麦康纳 更以惊人的毅力在拍摄前瘦身36斤 在片中扮演主治医师的詹妮佛·加纳对此次压缩成本的精简拍摄很满意 刚刚生下第三个孩子的加纳 本想在家多陪陪九个月大的儿子 尽管抱怨拍摄时间不好 但还是在导演与剧本的吸引下加盟了这部作品 被问起丈夫本阿夫莱克的新角色蝙蝠侠 加纳说一切顺利 才华横溢的导演让马克对演员们的表演很满意 杰瑞德·莱托在片中扮演了变性益装癖的艾滋患者 由于直到开拍前三周才确认出演 他只得不顾健康迅速断食 疯狂瘦身了27斤 而这次一改往日帅气形象的颠覆表演 也是莱托在影坛沉寂五年后的复出之作 莱托很珍惜此次的出演机会 并希望塑造一个鲜活的变性人形象 达拉斯买家俱乐部作为冲刺激劲 今年奥斯卡的种子选手将于11月1日在美国上映